嘿嘿 婚前後他們竟然是不一樣的 結婚之後 你還在意嗎 什麼錢都不能花 我連買內褲都不能花 你名字 老婆 幹嘛 是我 給你報告一件事 我跟朋友訂賓式的跑車 買幹嘛 買了開 幹嘛 你不要那麼兇嘛對不對 錢太多你就給我啊 那我要進入到澳洲 我最喜歡的車車賣給小亮哥 我應該做了你的朋友 小亮哥可以說嗎 妳講 我不知道怎麼跟事用幾天講嗎 他好吾喔 他真的吾吾吾 我怎麼說你公平就好了 我會不會有打算 但是我一件事才跟妳說 那一條線都出不來了 連環遇到 那個醫生要跟妳講 我現在沒有進去我小明星期間 要跟妳講 加油 加油 歡迎收看 送你 加油 加油 嘿 五位已婚人士 他們在婚姻這一條路上面 事實上就是一條 陰師路更長了 不歸路 還是一台私宿列車 這個太可怕了 婚前婚後他們竟然是不一樣 婚前把你當著小公主 婚後把你當著老姑婆 太可怕了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小亮哥 來 請到我們前面 亮哥 來 來 有請 你們兩個 你們的婚前婚後有差嗎 差很多 他以前會追蹤我 現在 現在是我追蹤他 你追蹤他 他根本不理我 我幹嘛他都不管的 真的 好慘 完全不在乎就對了 完全不在乎我的 是啊 怎麼會這個樣子呢 婚姻當中 還有一個痛苦的地方 以前我們花錢就知道 我們賺過很多錢 亮哥今天是來抱怨的 有時候到酒店 一花七八萬四幾萬都在花 OK啦 沒關係 新的問題來了 怎麼樣 結婚後 什麼錢都不能花 我連買內褲都不能花 買內褲都不能花 所以小亮哥 你是在領零用錢的 對啊 跟老婆領 我跟你講 我喜歡抽集各種顏色的內褲 你有抽集內褲的必好 男生的 因為我有幸運顏色 不是 連內褲都不能買了 連內褲也不給你買 像話嗎 怎麼會這樣 抱紋我沒有 好 那這代表婚前婚後差太多 我們現在不只買內褲 我們等一下橋段就是 亮哥突然間不告而買 買什麼 買了一部賓士跑車 先掌後座啦 好不好 你就說300 這部其實是要700多萬 有一個朋友他要移民了 所以就買下來 這樣比較有說服 合理一點 這樣比較合理 後來我剛剛開玩笑 我說300萬賣給我 他竟然答應了 對 你就以這個角度 搶賣 好 晚安 喂 老婆 幹嘛 是我 那個 給你報告一件事情 這個 我跟朋友訂了一部這個 賓士的跑車 這個好朋友的車啦 這個車原價大概要七八百萬 那現在他就算我便宜一點 才開八個月不到一年 那大概是300萬就可以買到了 零到一百大概三秒鐘而已 這很快 那要幹嘛 就是想買啊 想買這部車 買幹嘛 買來開啊幹嘛 這一輩子 跑車可以坐兩個人而已喔 對 跑車就坐你跟我就好啦 你小孩咧 小孩管他了 真的是我們兩個人 管他 我要賣小孩 我要買菜 我要帶東西耶 你怎麼就裝不下那麼多人啊 你為什麼不直接買休旅車 不是啊 我要帶你的 那你那休旅車還留著啊 我沒有要賣掉啊 那這個錢我就 這個用房子那個二胎 貸款下來啦 那個去買 不是很無聊 人生就是一輩子 總是一個心願嘛 對不對 我沒開過這種車子 這是什麼好心願 你都那麼老了 開個那麼時髦的車要幹什麼 一個人手下來 有什麼好潇雜的 你很無聊耶 這個車子還是敞篷的耶 不錯耶 敞篷要幹嘛 台北市那邊空氣這麼髒 你根本就不會把它打開 而且人家看到 小任哥 開那個車真的很丟臉 起碎了還玩這種空氣 你無不無聊啊 本來八百萬耶 這只要三百萬而已耶 就算把它賣掉還賺錢的 你這個算盤要打一下嘛對不對 這個... 你最好賣掉會賺錢 你最好賣給誰 蛤 喔 對 蛤 你三百萬 你買一百多萬的車給我開 你另外一百多萬給我 不是很好嗎 你錢太多你就給我啊 不是 我朋友給你他的朋友 那我朋友給你講一下 誰在講話 我朋友跟你講一下 是自由姐姐嗎 對 因為我要移民到澳洲了 所以就把這個 我的 我最喜歡的車車賣給小亮哥 我現在請問一下 你們是哪裡的朋友 我們之前在 小亮哥可以說嗎 可以啊 說吧 上次在 林森北路的時候有遇到 我們就 那個時候有認識一下 然後我們是喝酒的朋友 他已經先給我個人五十萬了 他開票給你還是給你現金 錢都揍在一起 他給你現金喔 嗯 他說他 那你直接叫他現金三百萬都給你嗎 他為什麼只給五十萬 小亮哥 小亮哥 你太太說 你講啦 我不知道怎麼跟自由姐姐講啦 他好爐喔 喂 我沒有啦 你已經先給他五十萬了 那怎麼辦 那個車子不錯 臨時就跟銀行先借個五十萬出來 先給他 那你為什麼不直接 三百萬都給他現金算啊 你給他五十萬幹嘛 不是啊 因為要徵求你同意我才敢 再把後面的錢給你 你都給五十萬了 還徵求我怎麼同意 你要嘛就一次付清 零貨兩氣 你給個五十萬 然後這樣幹嘛 那我明天就把錢給他啦 那你不要那麼兇嘛對不對 難得買一部車對不對 我也好久沒車了 都對不對 買一下 不要生氣嘛 你晚上車子開回來給我看 我帶這個女孩子這個 可以試一下車子來 北海繞一下 我再 萬一不買我會把錢拿回來 你放心啊 不要害怕 我不用放心啊 有沒有放心當我試 你高興就好了 好 那我就 去試車了啊 好 再見啊 你不要亂玩 你不要亂玩 你快玩出我來 他就生氣了 他就生氣了 趕快 想好嗎 小亮哥 最後我還跟他講說 我要帶他女生去 試車北海繞一圈 平常是LuLu 好可怕 你情務對我一起來 小亮哥不要這樣了 LuLu就不能好好講話 那會怎麼車車 車車 QQ 你去講話之後姐好無喔 好可怕喔 我對不起 姿佑姐 完了完了 我去思考一下 等一下怎麼 完了完了 怎麼解釋 很怕是姿佑姐 她要組織購物台 她等一下會不會亂賣 對啊 對啊 根本不 一塊錢啊 來 你們結婚十年了 對啊 有十年了 兩個人有 曾經吵到要離婚嗎 有啊 還是有 為了什麼事情 為了錢啊 然後為了相處 對 相處 相處小孩 孩子是你們唯一 拉住你們的力量對不對 對 我原本 原本開始還沒有要在一起的時候 那時候 兩個還是男女朋友 然後我 就是有一次就吵得很兇 吵得很兇 我就跟妳講說 我要跟妳分手 我不可能跟妳在一起 對 然後我東西 我的東西都已經拿好 要離開囉 準備搬家 然後要搬家 嗯 這不是一句話 真的 那真的 原本我真的決定 不要跟他在一起 想走還走不了 因為他那時候已經走 就是一直都是在 在低潮 整天要起來 不起來 對 很低潮的一個狀況 然後他就說 沒有辦法 這就是老天爺注定 就是離不開我 妳必須要留下來 對 老天爺的禮物 那低潮當中很怪喔 體力都好 你知道他現在差別有多大 以前是要到我會想逃 啊 要到妳 想逃 對 然後現在是 後來我變胖 有一度就是後來講變胖 沒有 現在不一樣 現在也沒多說逃著妳想要 說話 沒有 那個 時間喔 可以改變一切 有的人本來只是胖 後來變好胖 沒有辦法 我幾個二位 要到妳想逃 對不對 以前是要到我想逃 現在是 逃著妳想要 對 沒有 怎麼要都要不到 怎麼要都要不到 對 我有一次聽阿弟仔跟我講 那個路很空檔 路很空檔 他說真可怕 他有一次半夜 那個妹子是 無意中翻身 你知道嗎 翻身讓稍微碰到 阿弟仔嚇到 不要 我面倒這樣要拍戲 唉 那這張 怎麼害怕 怎麼這麼浮誇 你們說誇張 但是觀眾朋友在看這一段的時候 突然間 心有氣息 你都不好意思 有一點是這樣對不對 這不然幸福 這叫什麼 幸福握在手裡 你是沒有感覺 但是當你放開 你就知道什麼是幸福 所以才會有所謂的 小別 盛行婚 來 那你跟阿弟仔 我們打電話給他 怎麼測試 看看他的反應 我要測試就是 你跟他說 你懷孕了 又懷孕了 你懷孕 又懷孕了 因為婚前 他都一直叫我生小孩 不是 因為婚前 不可以這樣 這樣就農家算體了 因為我婚前就是 我要生幾個他都OK OK 然後我後來就一直跟他說 我想要生第三 他原本都也 前面也都說OK 可是後來我就有 像譬如說我上個月 就是有點遲來 然後遲來我就想說 我那個好像遲來 他的反應 然後我有點累 他說不可能 因為每次在衝刺的時候 出來的時候我都有憋住 讓他不要跑這麼快 沒跟老公說懷孕 我說我上個月就是有點遲來 然後遲來我就想說 我那個好像遲來 他的反應 然後我有點累 他說不可能 因為每次在衝刺的時候 出來的時候我都有憋住 讓他不要跑這麼快 什麼 喂 再抓白了啦 亮哥你氣不氣 亮哥是經常被自幼姐問說 好了嗎 好 還沒 喂 這麼多 剛好相反了 剛好相反 每次他都喊害怕我的 真的嗎 我腳過去就跑了 大哥 催你又是不行了 真的 來 我們直接告訴阿迪亞說 妹又懷孕了 好不好 親愛的用戶您好 提醒您 您目前所撥打的門號 怎麼大家都這樣 喂 你起床沒 在開車 你在開車 可是我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說耶 你先路邊停一下 那就開過飲料怎樣 那你要好好開開慢一點 嗯 我要跟你講一件事 剛好 就是我今天早上啊 然後我就覺得我最近有點累累的 然後我又有點 最近很 最近又很 蛤 有懷孕喔 好 好像耶 因為我有去驗 然後他就淡淡的 那一條線又出來了 然後護士小姐說 以我這個年紀 就是要再懷孕 其實很不容易了 那就是誰呢 可是那個醫生講說 因為啊 我年紀大了 懷孕 所以我要一直臥床到 到出生 所以我這一段時間都不能工作耶 你覺得怎麼樣 不知道 我現在 沒有心情想 現在心情有 你剛才不叫我生 現在又說沒有心情想這事情 你有吃嗎 不是啊 因為生是一回事 你要握牽 醫生叫我保持愉悅的心情 小孩子才不會跑掉 為了要我現在做決定吧 總之要好好討論一下 看有什麼辦法 當然 可能能生 當然就生啊 就是要看什麼辦法解決 我現在在開這個位置 沒有辦法去想這件事情啊 所以我在路邊啊 我現在敢去拍 因為快通道了啦 我那個醫生要跟你講話 安妮好 安妮先生是鬼姓 蕭 蕭先生 蕭先生 我是這個服產科醫院的員長 那蕭先生你老婆這個懷孕 她的狀況懷得不是很好 她在這個子宮裡面 比一般人來得打扣 所以呢 小朋友在裡面她抓不住 她抓不住呢 這個就會比較有容易跑掉的 這個現象 人家 妳可以說普通話嗎 我這個就是普通話 我們 我們是史川人 是 也可以是一個辦法 你把這個小孩子生下來 我看是五官很清秀 你老婆怎麼漂亮 那不如就交給我來撫養 我們沒有小孩 我老婆八十幾歲了 抓自己生怎麼生個蛋 他生不出來啦 所以我說 你們這個小孩拿掉太可惜了 不要抓娃娃對身體不好的 你們閃亮一下 把他生下來 就送給我們做小孩 我把他當做自己生的 你養個 你說已經連蛋都被養不了了 還送給你怎麼養 不能送是吧 你的意思是要買給我們 不是 這意思 你真的是一人嗎 不是怪怪的 我當然是這隻醫生 我們家是在成都的 成都 是你 為什麼要這麼乾淨 什麼東西啊 我是成都人 我來台灣當元長的 你搞清楚嘛 你等一下 我叫你老婆 你們喪良一下 生下的孩子就給我們 好不好 我給你們二十萬的人民幣 作為你們的這個 你等一下 喂 喂 你是跑去哪裡看這台歌啊 沒有 就是 就是 他有那個西醫跟中醫合併的啦 中醫怎麼會有 而且這是玉琳哥介紹的 因為你看那個 你也會聽玉琳哥的話 他的話能聽嗎 你在整我嗎 我沒有整你 我是錯誤的 你現在給我一個答案 那你要不要嗎 我就說的 我現在沒 我就說能生又生 只是說我們要好好討論 要怎麼生 然後你如果真的要安排 而且剛才 而且剛才那醫生幫我 我現在就可以覺醒了 而且剛才那醫生幫我拔麥 他說這一胎有可能是男生 男生女生無所謂啊 那我想要男生啊 重點是你現在要 你現在要 如果真的要握床 像那個 那個徐若瑄一樣 整個十個 十個月都要躺在床上 那我們要好好安排 後面要怎麼辦 因為小孩子 小孩子我們都自己帶 又沒有別人可以幫忙辦 那如果有想到辦法的話 你會讓我生嗎 然後我要工作的話 那要怎麼辦 所以要 啊 我說那你如果想 什麼 如果你有想到辦法的話 那你會讓我生嗎 我就說能生就生啊 我們會說不要生 好 那我也想辦法 好不好 好啊 那我等一下再打給你 我跟醫生講一下 好 好 拜拜 拜拜 OK 讓他好好考慮一下 兩個人也經驗談 他這個是 他的反應是嗎 對啊 因為夫妻 有孩子很開心啊 他剛剛沒有聽到你的重點 20萬人民幣100萬 我要是他的賣了 我覺得伯母一定考慮到說 現在工作正常 然後有兩個小孩 那如果要臥床的話 那兩個小孩誰來帶 他考慮比較限時面 而且他知道我的身體不是很好 感覺出來 對 好啦 那等一下趕快跟他講好不好 謝謝妹 謝謝 謝謝 帝琴 來 妳老公對妳怎麼樣婚前 婚前 就是很浪漫 然後婚後完全不一樣 之前我會問他說 你還沒有 因為我有時候還是會遇到 在社群網站或看到前男友啊 或是 對 就是 但是朋友啦 他會在乎嗎 會在乎前男友嗎 之前會滿在乎 他有一個前男友是也是拍戲 演員 那是演員之一就對了 對啊 這個是他的地雷嗎 這個是啊 以前就是婚前他都很在乎 就是問我說 你這次戲裡面有誰 然後遠不遠 不得同檔 對 然後時間多長 然後如果有就是前男友的話 就是盡量就不要接 然後可以離多遠就離多遠 我說這樣好了 妳要測試他有沒有愛妳 妳現在就跟他講說 老公 我接了一檔戲 大概要八個月不能回來 在東北拍 但是呢 有一個事不知道能不能跟妳講 就 男主角是前男友 對 好 但是要跟他在一起 八個月的時間就對了 不能回家 好 就算 這個劇情好 玩火 你們在玩火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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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做什麼 我肚子痛 我會到廁所啊 蛤 希望 是喔 對啊 對啊 那你拍完了嗎 拍完了 可是 剛剛那個子琪姐她 就是有打電話給我 然後她說公司 就最近 幫我接了一個星系 好像是在那個 要去很遠 在黑龍江 很遠耶 黑龍江 黑龍江的墨河 嘿 對啊 怎麼會那麼遠耶 那 鳥不生蛋的地方 可是 可是 酬勞很高耶 酬勞很高喔 可以談到 一百萬人民幣耶 一百萬人民幣 真的嗎 對啊 你覺得這樣 OK 但是就是要去八個月 對啊 八個月喔 對啊 所以價錢才比較 比較高一點啊 因為又遠又久 所以你可以接受嗎 可是啊 酬勞蠻不錯的 你覺得 你覺得可以嗎 你 你離開家八個月 你覺得可以嗎 那我先答應對方好了 然後我們再來好好討論這樣 導演 喔 好好好好 可以啦 而且導演今天在台灣啦 喔 那好啊 那機會難得啊 好啊 先 先跟他說 好好了 不過 就是 我還是跟你講一下 就是裡面的那個 主要演員啊 有一個你認識的 對啊 我認識的 嗯 我認識的是誰 男主角啊 就是我 就上一個男朋友 你知道的那一個 好啊 陳立琴 我還是跟你講一下 就是裡面的那個 主要演員啊 有一個你認識的 對啊 我認識的是誰 男主角啊 就是我 就上一個男朋友 你知道的那一個 好啊 沒有別人可以找的 那四個人的那麼瞎啊 導演他們找的 他們也就是 是喔 對啊 覺得適合那個角色 所以就找他這樣 找他 有沒有搞錯 他是有票房嗎 每個人 就想法不一樣啊 需要角色不一樣嘛 他現在在大陸 好像還不錯 人氣滿旺的喔 是喔 對啊 所以 可以接受啦 可以啊 反正工作嘛 沒關係啦 對啊 以為不是要幹嘛 OK啦 可是裡面 剛剛那個誰 導演跟我說 好像 會有激情戲的那種床戲耶 這個應該不是什麼三題片吧 片頭這麼高 然後又有激情戲 好像怪怪的 不是啦 你想要不要請那個 子綺姐問清楚啊 會不會有點怪怪的啊 不是啦 這是正常的戲 然後 那個什麼公司接的 他們都有過濾過了 是正常不是什麼A片 也不是什麼激情的 什麼奇怪的劇情片啦 對啊 這很奇怪耶 我覺得 好像怪怪的耶 那不然 這樣子 那不然我叫導演跟你說 那不然我叫導演跟你說 我叫導演跟你說 他比較知道劇情啦 你好 你先生是 鬼姓 導演你好 你好 鄧先生你好 這一部戲呢 我本身是演了有著導 我以前也是一個演員 那麼這一部戲裡面啊 我知道 你老婆又說 所以 來替那個男的 你不喜歡的 我本身 就是那個體身 你 你是哪裡人 怎麼口音怪怪的 我是史傳人 後來搬到東北來的 你講的好像 我講的就是史傳話 我只煮到東北台多年了 黑毛白毛 兩串老須 你酒身好嗎 我覺得很奇怪 不奇怪 那我們就談好了 就是一百萬人民幣 也就是五百萬台幣 邀請 阿他可以 來演我們這一齣戲 你等等 謝謝你 等一下 好好好 謝謝謝謝 喂 喂 喂 導演你怎麼怪怪的 他怎麼講 他怎麼說 他怎麼說自己要當替身 然後要那個 怎麼那麼奇怪 你 你到底是不是 台灣男生就是來驗貨 導演說 他這趟到台灣來就是來驗貨 我看算了啦 不要 不要去 導演怪怪的 怎麼說要驗貨 他是要驗什麼貨 算了算了 對啊 反正 在台灣多接一點工作還OK 所以不要去好了 那個很奇怪 是喔 可是480萬耶 沒關係 沒關係 那個人家去被吃了 那個導演 怎麼嗆那麼明啊 還要驗貨 算了啦 算了算了 對啊 不要啦 先跟他講不要啦 不要這樣 蛤 你確定嗎 確定 也許他是開玩笑的啦 你不覺得 你不覺得他很奇怪嗎 他講這種話 不覺得他很奇怪嗎 對啊 誰說要來 誰講那個什麼四川東北話 然後就說要來台灣驗貨 然後當什麼替身要自己上 那不是很奇怪嗎 不要去啦 好啦 那我晚點再打給你再跟你說 好 拜拜 好 拜拜 你老公在乎你耶 有 這保護耶 有耶 這種導演還能不在乎嗎 太可怕了 他能不在乎的是導演 對 他不在乎去八個月 對 換你是 key point 500萬他當然要 對 沒有 我漏了行長 他一定覺得 這個導演怪怪 對不對 但老婆要去那裡八個月 我講真心話 而且又這麼奇怪的導演 其實是會在乎的 對 會啦 還不錯 好 謝謝麗芊 謝謝 玉琳 鴨鴨一定會接電話 為什麼 因為她家裡帶小孩 對 隨時都可以接 來 要考驗就考驗帶 婚前婚後 她真的對你不一樣嗎 當然 因為 我覺得一模一樣 她把你當作進程度 對啊 對啊 好恐怖 還是有差別 現在可能結婚久了 加上有小孩 好 我們常常出外景 外景已經難免還在沙灘上 滾來滾去 有時候也會碰觸到 對 身體碰觸 不行嗎 沒有 她現在好像對我感覺 沒那麼強烈了 蛤 就變成還好 我記得以前 只要那種節目要播出的時候 想盡辦法把她拉去夜市 就是錯過那個播出的時間 夜市電視更多 倒一下家電行 我都走不掉 當然我們會一直逛街 所以 可是她回來總是也會發現 你認為她對你的觸勁 已經沒有以前那麼大 對 因為現在 同樣的外景節目 同樣跟女生有互動 對不對 她在旁邊看 我本來還想說 叫她不要看 說我們進房間 她說不要進什麼房間 她說一間只要看 就在這裡 她看到的時候我就 心裡發麻 我想說她會不會不爽怎麼樣 結果沒有 她還會跟著一起笑 我覺得 覺得好玩 糟了 那就是不愛了 那就是沒感覺 所以以前呢 以前嫌她對我管得太嚴 現在管得不嚴以後呢 反而有 會這樣 好難示範 來 既然這樣 咱們直接Call給芽芽 好不好 來 你要跟她講 妳這一次是難度高了 妳要拍 社界序集 社界序集 可是我為了成功的 把妳融入這個角色裡面 所以我必須 所以我必須 跟她講說導演是妳 因為她對妳比較放心 這聽起來就是在錄綜藝大熱 對啊 這個太明顯了 沒有… 解決性滿高的 好 但是我不要隱匿身分 對 就是妳 導演就是妳 所以妳等一下要加入這個 我如果又講東北話 她一定拆手 不行 太熟了 就是憲哥了 好 OK 因為我有跟她講過說 妳最近在籌備電影的設定 OK 所以她對這個感覺是OK的 那就講 那個 中國大陸第一 對 那個燕心 柳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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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必要的話 麻煩妳也留言 我先柳妍 對…有必要的話 對 好 OK Call out Touch my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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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大陸 欸 啞啞 欸 啞啞 喂 喂 嗞啞啞 你在幹嘛 你在大便 沒有 沒有 你在幹嘛 我不是跟你講過說 憲哥要籌備電影 欸 多了是有用的 我就常常跟你講說 人有時候多相處 多談一些工作的事情 好康的就會來 那個這部電影的導演是憲哥 所以他在那個 大陸那邊就一直推薦 我去參與這個演出這樣子 他那部電影 憲哥的哪位開玩笑 他不會的啦 但是我先講劇情 因為劇情 劇情跟那個李安那部社界 有點像 他就取名叫做 社界惡這樣子 好 你知道本來這部電影是李安要導的 但是因為李安後來不是也在忙 那個新科技的電影 不是啦 你吃到消也好 你怎麼一直在笑 我跟你講 不是啊 多少錢 我跟你講那個淵源 就是本來是李安 因為第一部是他導的 李安現在不是在忙的 搞那個新科技的電影 所以他就找他的這個 好學弟 因為他們是台藝大的 他就想說 這個事情交給學弟來處理 比較靠譜 他比較安心這樣子 那部戲裡面 可能要跟你溝通一下 就是說因為女主角 有那個 中立集跟柳妍 我在當中會跟他們有 有 有 有一些 那個 那個算是 憲哥說 那你要露雞雞嗎 沈玉琳國... 我在當中會跟他們有 有一些 那個 那個算是 憲哥說 那你要露雞雞嗎 你也知道這是我國年來的心願 就只差這一筆錄而已了 我就稱為國際巨星這樣子 那我雞雞的話 變成國際巨星了 你換過來人家 課寫你的雞雞 然後只記得你的雞雞 不記得你的臉 那不行啦 因為他如果只要雞雞 他會找那種雞雞的替身演員 我又不是雞雞的特身演員 對啊 你覺得他可能都沒我的臉 要直露我那裡 對啊 那就不對 因為他們希望我們趕快決定 因為那個 因為人家流言也飛來一趟了 那現在我們都跟憲哥在聊 如我如荼這樣子 那不然我請憲哥跟你講好了 欸 雅雅 欸 憲哥好 阿姨啊 他 我跟你講 這個戲喬好久 本來 金丞武現在時間不行 才變成這個 玉琳 什麼 對 真的 對 那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他這個戲 他是在東北來拍 他的冰天雪地 那第一個cut 他就是墨河橋 他是一種很 很想像空間的戲 然後玉琳他是背面 他穿進而過 他全裸 然後瘋狂 然後引起兩個女主角 然後呢 最後那個比較 三人大戰是在最後才會出現 三人大戰 好不好 我們有一張這個清朝的床 距離現在兩百多年 三個人就 在床上 拼了 拼了 那錢不多 錢不多 但是可以有機會走向國際 好 你等一下 玉琳你跟他講 你跟他講 小雅 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好的機會 可能我們這一生 你早在那邊開玩笑了 可能我們這一生 對不對 因為你也知道 現在 在演藝圈不盡則退 一格沒上交 退兩格 我是很真心的說 希望這一次能撐 因為我看憲哥 也不像在開玩笑的樣子 你要不要先請他 匯款再說 先匯款 憲哥的人 不用懷疑他這種事情 他是說 八萬 八萬人民幣 那 八萬五 也差不多快四十萬 OK的 他如果 票房大賣了 就 連雞雞給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了 如果可以因為這樣 我們賺很多錢 有什麼不OK 大家都長一樣 然後出門 你的女兒長大會 會被人家說 你爸爸連雞雞怎麼樣怎麼樣 來討論你OK嗎 對啦 變成國際名雞啦 對啊 那你OK嗎 而且你也知道 你覺得你還有臉可以出門嗎 你敢跟你女兒一起出門嗎 沒有 你也知道那個 然後人家 不看你的臉 只看你的 下面那個雞雞你OK嗎 不是 你也知道 那個洗過就是新的啊 這不是 這不是洗不洗的問題啊 大家都會在討論啊 因為憲哥自己也要參與演出啦 因為 因為我是跟柳妍 他是跟中立體啦 對啊 他憲哥 憲哥 Local King他都沒關係了 對不對 他小孩長大啦 小孩長大可以理解啦 你小孩那麼小 他要從幼稚園然後一直背向 背向背向背向 好吧 要不然這樣子好了啦 因為我知道你比較 還是你以後都不要跟女兒出門 沒有 你現在比較介意我跟柳妍這個事情 要不然那個床氣改成 我跟憲哥這樣可以嗎 就是只看得到他的啦 我被弄這樣子 你小孩那邊是神經病喔 好啦 要不然我回去就跟你討論啦 因為電話講不清楚 對啊 對啊 好不好 對啊 因為他在講清楚 你講什麼東西 好 OK 我回去跟你聊 OK 神經病嘛 那個誰會相信嘛 來來來來 回去回去 怎麼改成你跟憲哥 對啊 有啦 我跟你講還是在意啦 但是我們剛剛那個騙得太不紮實了 對啊 他一聽應該就破綻百出了 他應該想就想說 我們是在開玩笑對不對 來 換咪咪好了 咪咪咪咪 兩個人婚前婚後有什麼不一樣 嗯 婚前喔 我覺得他 他都 心思都在我身上 對 像可能跟他出去啊 他以前都會一直狂注意 就是叫我注意什麼服裝儀容 可能我穿了露一點點 或是說我妝沒有化好 或是說你今天是素顏沒化妝 你現在給我去化妝 10分鐘快點出來 妳素顏有這麼可怕啊 沒有 他就是會care 沒有啦 他在意他的形象 一定要化好妝才跟大家見面 然後一點點痘痘沒遮 他就會說你這個痘痘這麼大 妳都要講他了 對 就叫我回去趕快去補一下 然後衣服啊 我褲子前幾天我只是穿比較短 也不行 對 像以前的話 他就是完全不行 就會拿一件長褲給我 叫我現在去換掉 然後我前幾天就跟他一起出門 就穿比現在還短 他完全就是好像不care 好像沒有發現我穿這麼短 他是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女兒身上 對啊 既然這樣的話 我跟你講 不care 不在乎 就代表冷漠的開始 你就跟他講 你要去拍全裸血腎 既然他已經不在乎你 你就給大家看嘛 看光光嘛 我給大家看 對不對 他之前還誇獎我身材很好 不知道是不是假的 你要跟他講就是說 酬勞就是80萬 有80萬 80萬算多了 這麼低喔 蛤 欸 血腎級 那全裸耶 沒有 騙人我們要有一點點根據 根據 不用太誇張了 來 好 好 通常 喂 喂 剛才你打來了 對啊 剛剛那個收訊不太好 我跟你講一件事情 打給我 就 對啊 我覺得還滿開心的啦 因為剛剛就是在 在那個 對 接到一個大空主 然後在錄影的時候 有一個廠商啊 就覺得我產後啊 神復初 我覺得我那個身材 就是瞬間就消了 而且 身材很好 然後想說 腰約我 她眼睛夠很帥 哪有 欸 她想說 腰約我就是 去拍個 就是 個人的那個寫真 寫真 對 而且你知道這寫真啊 你會覺得 我身材很好 意思說我就是 比例很OK 腰也很細推 也 比例 雖然不高啦 但是她覺得 拍起來就是 覺得 很上向 怎麼可能 你確定 然後就是全裸 我不信 這個是應該 詐騙集團吧 你小心一點 就要多種 價碼很好 價碼大概 你知道 80萬 比你啦 比你上通告 賺的錢都還多 我要拿80萬 給人家幫你拍 我看都沒有人要 我拿80萬 給人家都沒有人要 幫你拍 人家給你80萬 真的假的 那個廠商真的很喜歡我 一直瘋狂的誇獎我 她有看過你的真的身材嗎 她可能看過你穿衣服的身材 我是真的都沒 都看 脫光光我都看過 你確定 你不要這樣子瞧不起我 我告訴你 你自己那個什麼身材 不是瞧不起你 就是我們要慢慢來 你不要一步登天 就像我現在有人要說 要幫我出唱片的話 我也不會信 像張維中那種要出唱片 跟我說我們一起出唱片 好不好 那個我都聽聽了 因為我們不能一步登天 那個太誇張了 會啦 我跟你講 機會難得 而且是全裸入境 我覺得 什麼 全裸 對啊 留下我現在 你知道青春年懷 再幾年我就要30歲了 那要漏點嗎 要啊 屁啦不行神經病喔 漏點 你媽媽的人欸 80萬欸 媽媽就是媽媽才敢漏啊 80萬 我看800萬 你也不能漏吧 不行不行 這不是錢有很 大廠商有名的 不然你可以就是 等一下也可以跟他講一下 我請廠商也可以跟你講一下 廠商你確定好 對啊 我覺得他一定是唬爛的 規則的 我不想你幾人跟我講 真的啦 這廠商是知名大廠商欸 他拍過很多 我跟他講 你好 有這 欸欸欸 你好啊怎麼稱呼 我們這一次邀請咪咪小姐 我們要排這個協真記 那這個協真經 您四川人嗎 我是四川人 是是是 你好你好 怎麼稱呼 怎麼稱呼 是 你叫我鄧先生就可以 鄧先生你好 你好 我的老婆也是一位知名的演員 是嗎是嗎 哪位哪位 陳立青 陳立青是誰 你等一下我叫他跟你講話 是是是 呃 你好 陳太太 嘿你好 你好 陳太太 聽說您是藝人是吧 對 我覺得那個拍 寫著那個圖不太妥吧 不會啦 因為他是一個很正派的人 然後我們主要是要拍出那種 唯美的感覺 然後會把 您太太就是身材最好的部分 表現出來 那你不用太擔心 我會就是在旁邊全程參與 嗯 全程參與 可是他這樣脫光光 女生一堆人在看我不行啦 好不好 那個不行不行不行 我雖然開玩笑他身材 但是畢竟他有 小朋友的人這樣不行的不行 你跟鄧先生講一下 是不可以的 不會啦 我們 嗯 我們這個寫真集叫做 空虛與空洞 什麼 空虛與空洞 為什麼要做這個名字 你們要在洞裡面拍嗎 你們在防空洞拍嗎 不行啦 這個 這個陰生生的 我們要 我們主要是要拍出那種 空靈的感覺 我們都找很多很漂亮的 那種隧道裡面拍 然後或者是那種以前古老啊 然後那種火車的隧道 已經沒有人使用的 有特別的那種情感 這可以嗎 這鬧鬼吧 哇 不會不會 就是要有那種感覺 空靈 然後靈魂 跟那個身體的那種 你說如果去海島 這種比基尼的 然後 或者像不能掉下來 這種健康陽光的 我們 還可以考慮 對不對 你如果這種拍這種 太空靈 欸 我就發射那不行啦 至少要160 你不用擔心 我老公是一個 我老公是一個藝術家 然後也會拍一張 就是全家福的照片 這是很健康的 不是那種 有猥褻 不是 不用擔心 你老公會拍照 鄧先生會拍照 對 就是他主鏡 對 他有拍過誰嗎 什麼大明星的嗎 有沒有什麼作品 很多啊 像誰 憲哥啊 然後什麼西隆啊 鍾楚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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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楚紅 林青霞他也有拍過 真的假的 真的 真的 林青霞 欸 那我覺得 價碼真的 法官太低了 我覺得160 我請我老公跟你說一下好了 我請我老公跟你說一下 要談一下 這個風格 首相部分可能要聊一下 你好 鄧先生你好 你好 屬於說的真是好 海邦有足湊之父 你老公神才 我只覺得不錯的 你一定要給他留下一個 全村的尾巴 將來在省下一個的時候 那就可怕了 真的假的 鄧先生你對我開玩笑 是 那麼全家福的找遍 你就不用過來啦 我們就從新隆來當體身就可以啦 為什麼要新隆呢 不是新隆為什麼要找他 你長得沒有新隆好看 所以不用你啦 你等一下你老婆跟你講話 不行 這麼新隆 不行啦 我老婆光光的跟新隆等一下嗎 知道為了這80萬 你要不要考慮一下 而且是我個人的代表作為 全路 他們沒在聽對不對 蛤 我偷偷跟你講說 先假裝很難搞 然後到時候提交價嘛 我覺得150一定沒有問題 他們如果太過零星一下 所以我們先假裝 不要拒絕他 然後我們偷偷假裝 然後我在這邊旁邊喬邊鼓 你當白臉我當黑臉 我覺得150萬可以 我覺得鄧先生很好騙 我覺得鄧先生應該可以 很好騙 對 他那個可能不懂行情 那新隆 那新隆我說 如果新隆要好沒關係 你幹嘛跟我說這麼多 你好 我就在這裡 150萬 你 150萬 沒有問題 150 我們就是有錢嘛 150萬可以 150 那我要算啊 不能讓新隆算啊 你不要 你不用 蛤 光頭借我比他直升好不好 就是我要上 好啦好啦 我覺得150 你真的我覺得我們可以接一下 沒有啦我覺得150的話我可以接受啦 真的我們試一下講150可以接受 好 晚一點再跟你商量一下 反正到時候叫他把他剪掉就好啦 然後拿給劉甄看他應該也不敢 剪掉 好啦 晚一點再跟你商量一下 好啦 150 不錯 好 我晚上等你 我再起找 好啦 150 OK Bye 他把你150萬就賣了 對啊 全裸耶 他不在 他不在 全裸耶 你看他在乎的是 150 重點是150就對了 難怪說節目到後來 幾乎加速度 沒有啦 我覺得你們的另外一半 大概都已經對我們節目會 想說平常 有戒心嘛 對不對 然後就順便喇喇開開玩笑這樣 但是 亮哥 你那個是真的 你趕快處理 這真的被騙到 你那個真的要處理 他跟你一直想 沒聽過 真的要解釋一下 他該要處理一下 好不好